而若是辛辛苦苦赚的钱 大把钞票收藏起来 但是却坏掉了 这一定是超紧张超心疼的 而也看到过去有不少的新闻案例 有些是可以把这个血汗钱救回来 但是多多少少有些损失 有一些案例是包括 像是这个大把钞票是被虫给蛀掉了 甚至有被火给烧掉的 当然还有所谓的受潮的状况出现 而不论如何呢 这个见识人员如何厉害 救了回来不少 但是也有一些呢 是确定没办法救回来了 像是这个受潮的案例 就可以看到拼回670万 相当的不容易 但是也还是损失了30多万块 另外这个受潮的例子 还有一个是云林的一名薛姓渔范 他将一年来辛苦卖鱼的所得 都交给母亲保管了 不过呢结果也是受潮了 结果造成钞票发霉严重 赶快求助这调查局 而见识人员帮忙 后来是让母子兑回了 40万6千元的清潮 在大碟泡过水的钞票 外表印到像砖头 用手摸起来还黏黏滑滑的 不说您不知道 这三大块的钞票砖 足足有40多万的价值 还有经过了调查局见识之后 让弄失钞票的鱼饭 还能够拿回9成 不然损失可就大了 因为你愚犯老阿嬷过年赚了钱 用塑胶袋包起来以为能够防水 没想到过年大扫除 不小心被水龙头冲到 三大碟的钞票全毁了 只能够拿给调查局进行见识 想要搞清楚这三碟钞票到底有多少钱 可是个大工程 得先泡进了酒精当中 软化结成块状的钞票 还得按摩搓揉让边缘松脱 接着玻璃钞票一张张的拼贴检验真味 经过了清点之后 救回了14张2000元的大钞 还有420张千元钞票 44万8一共救回了40万6000元 40多万的钞票不小心弄失结成快 还有调查局的帮忙 让原本没有希望救回辛苦钱的鱼饭 最后还能够拿回40多万 真的很感恩 记者韩志鑫朱显明云林报道